主料,黄油80克,细砂糖40克,鸡蛋1个,低筋面粉150克,可可粉15克,辅料,巧克力100克,小苏打1分之1小勺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室温软化黄油,并将其打发质颜色变浅,加入糖打质溶解,分次加入全蛋,继续用打发, 制均匀的奶油糊状,将低筋面粉,可可粉和小苏打一起筛入,用刮刀拌匀,加入巧克力力,继续拌匀成面团,将面团包入保鲜膜内,冷藏松弛30分钟左右,取面团约20克,用手揉成球状,放在烤盘上,用手轻轻压平止直接约5厘米左右的小饼,烤箱预热175度,烤约18分钟, 烤箱技巧,一,在面团塑形时,用手轻轻压束下,如绝的粘熟,可以在手上抹上少许面粉,二,烘烤温度和时间,根据自家烤箱而定,三,饼干大小和形状,可根据自己喜欢的随意整形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文TT News.xyse获取更多相关资讯